宝贝 我们走啊 怎么站不动啊 开不了这车 因为 这车是我的 爸 银行现在钱什么时候放啊 就 可以嘛 无所调的银行 对啊 长长 你在这家公司上吧 就不要太累了 知道了 这家居然这么穷 都被银行催债了 宝贝 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带你去见我父母吧 那 要不再缓缓吧 对了 我听说董事长女儿在我们公司上班 是真的 是真的 要是我和董事长的女儿在一起 董事长和女儿就是在我们公司呢 真的假的 怪不得我看见车库里有辆保时捷 觉得应该是子萱吧 她天天一生名牌 普通人哪负得起啊 诶 子萱来了 诶 子萱 车库那辆保时捷是你的吧 肯定是子萱呀 我们子萱是这个公司最有钱的 光是这个包多有好几万的 还行吧 也就几万 你看啊 我就说吧 那车果然是子萱的 子萱果然是谁懂事啊 有些人啊 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又怎么样 这种东西不是你这种阶层的人垫垫脚就能够到的 诶 郑心里啊 这个方案我不想做 苍苍建设双一流大学毕业的能力肯定很好 要不就让她做吧 不想做的方案 凭什么大高榜真让我帮你做啊 苍苍 大家都是同事 你帮她做一下吧 我们部门这个月差点业绩 这个方案完就不了了 大家赡金都泡糖了 做好 也还有三万块钱奖金呢 苍苍 为了我们的奖金 行 终于做完了 明天就可以汇报了 还真的做出来 谢谢大姐 真的有一句话想送给特别的人 我想成为一颗星星去照亮我爱的人 这就是成为星星的含义 锦萱真是爱情事业双丰收啊 不光方案通过了 而且爱情也是大丰收呢 啊 我也想双丰收 金星 你这样那我算什么 宝贝 你听我解释 我和苍苍 我们早就分手了 是他一直缠着我的 你别误会啊 我一直缠着你 你什么时候和我说的分手我都不知道 怎么回事啊 苍苍和金领在一起过 知道啊 苍苍 人家都跟你分手了 你不至于一直缠着他吧 而且他现在是我男朋友 行 你喜欢 我送你啊 但方案明明是我做的 是你做的 真经理不过是让你帮我做一件方案 怎么就是你做的了 苍苍 这个方案确实是紫萱的 而且今天一大早啊 紫萱跟甲方已经把合同都签了 紫萱看保时捷怎么可能抗苍苍的方案 就是 我看就是苍苍做不出来又弄给紫萱 不然方案怎么会在紫萱手里呢 行啊 紫萱今天爱奇事业双丰双 那开着你们保时捷 让我们去庆平一下 好呀 好呀 带我们去庆祝一下吧 宝贝 我们走啊 怎么让你不动啊 开不了这车 因为 这车是我的 什么情况 这车不是紫萱的吗 怎么看下车枪的了 宝贝 车那儿出什么问题了呀 董事长 小姐好像遇到点问题 需要下去看看吗 不急 你看看 是操操偷了我的车钥匙 对 我就说我的车钥匙怎么不见了 原来是被你给偷 谁主张 谁举证 你既然说我偷了你的车 那你有什么证据 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我又不缺这点钱 那你说说 车上放了什么东西 我们这次还一直知道了 要不你报警抓我吧 跟警察说我偷了你的车 我家那么多车 我怎么记得这台车上有什么 既然你那么喜欢 就借给你开几天好了 我也不跟你记住 哎呀 我就知道你放不下天琪 天琪的确是个好男人 又帅又体贴又聪明的 哦 对了 忘了告诉大家 我们准备领证结婚了 大家明天晚上来参加我们的婚前派对啊 苍苍 你可一定要来 毕竟大家好歹也能试试一场的 明天晚上 对呀 天琪早就迫不及待了 她想早点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一天都等不了 不好意思啊 我可没况参加你这种人大的风险派对 苍苍 你怎么说话的 天琪不喜欢你又不是我的错 你骂我干嘛呀 天琪这种物质又愚蠢的男人 你喜欢 但你留着咯 真要结婚那就好好守着 避免这种劣质产品流入市场 苍苍 你 你就是吃不到葡萄酸葡萄 苍苍 实话跟你说吧 我今天很受器重 明天的困天派对啊 董事长也要的 本来想着借这个机会 借到你跟董事长认识一下 现在看来啊 你没这个福分了 哦 董事长也要来 什么 董事长也要来 那我得给董事长好好准备一个位子 哎 不是 我们两个关键派对 你爸爸过来吗 我爸 不来啊 他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不是董事长女儿啊 你骗我 你这是骗婚你知道吗 你也从来没有说过我是董事长的女儿啊 我既然不知道 我还有两个女儿 爸 你来了 董事长好 董事长好 给我传达下去 我姓蒼蒼 这一个女儿 至于她 我不认识 蒼蒼竟然是董事长的女儿 还好我没有投资她 董事长 你家不是还欠银行钱的吗 你怎么会 不好意思啊 是银行欠我家钱 我就说你怎么不愿意和我回家 原来是嫌我家钱啊 董事长 你真是董事长女儿啊 那这车 这车 是我受不了伤伤的 天呐 子萱原来一直在骗我们 车是她的 怎么是这种啊 哎 董事长 我们跟桑桑开玩笑的 其实我是桑桑的男朋友 我们都在一起三年了 桑桑 哎 董董 是我一直活动 我其实最爱的一直都是你了 你忘了吗 我们已经分手了 是你通知我的 而且你和子萱要结婚了 怎么还到此来洋人啊 是她 她骗婚 我说她根本就不是真心的 天启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 是因为你以为我是董事长的女儿 我还跟你说慢点 是你求着我跟你在一起的 我骗你什么了 你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被你勾引了 才有鬼迷心跳的 够了 你自己的事 自己私下调解 和工作上的事 人家被开除了 我以后不允许 任何人在我的公司 欺负我的女儿 董事长 我 还嫌不得吗 通知下去 两人在业内给我供杀了 桑桑 你和我同学三年了 我看你跟我分手中 我谁要不要你啊 嗯 去陪我找最好的律师团队 不过我的女儿 有任何女儿 受损失的地方 就把她告到破产 对了 还有那个预念 传播谣言 把弄四分 可不要再在诱误了 提出经济工法 手脚忙起来 准备就清醒了 董事长 我们也是被骗的呀 董事长 祝你不说 你别人 走 你不说 你不说 感谢观看